12强赛第六轮 国足1比1战平澳大利亚 国足主帅李铁赛后在出席新闻发布会时 对近期舆论关于自己换人决定的一些讨论进行了回应 我想说一件事 包括外界有换人和球员使用上的探讨 我始终保持一个态度 说的对的我们会虚心接受 哪怕是批评 如果说的不对 一看而过就算了 我想告诉大家 包括中国足球和国家队球员 我们很自信的讲 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国家队和中超的所有球员 我是最了解他们的 包括徐欣 我们知道他的能力 在马进时我们就很关注 包括巴顿 我知道这些球员必须要给他们机会 包括洛国富 上场踢了67分钟 他在过去的两年可能是有一年受很多伤 他踢的最多的是55分钟 在中超 过去一年一直在跟伤病做斗争 刚来时状态非常差 我们用了三个月才让他越来越好 67分钟上场时间赶上了我们在上海两场热身赛 让他出场的总和 洛国富是个非常努力的球员 训练课全力以赴 我们再一步一步把他变成现在的样子 我不太想在这里谈每个球员的状况 我在足球上比你们任何人花的时间都多 我比你们都了解这支球队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